Hello 大家好 我是Oveli 今天呢我們來到的是位於南投西投森林遊樂區這附近的西山行館 那這一間呢就是最近非常的夯的一間民宿 它其實就是一個小小的一個民宿 它不是飯店類型的 它總共只有六間房間 今天這一間呢它主要主打的就是 以東方茶道跟西方生活美學的概念來打造 然後聽說這邊就是耗資了三年然後才做好的 然後非常的期待可以入住 然後它這裡面呢其實這個費用是有包含住宿啊 然後你所有的吃的就包含早餐然後下午的飲冰茶點 然後下午還會有一個茶席體驗 然後到它的晚餐都是由米其林主廚規劃的 所以非常的厲害 所以我就一直期待這一天可以趕快到來 重點是今天天氣超好的好幸運喔 就原本就很擔心說會不會下雨 然後就這邊就是是我理想中的天氣 就是有雲霧繚繞的感覺 然後這邊每一間房間都可以走出去就可以看得到 雲霧繚繞的這種氛圍就可以看到景致 所以進來就不會想要再出去了 那我們就趕快開始我們今天的開箱 今天我住的是桃這個房型 它是長青的這間房間 那我們先進去 進來的時候就有聞到一種很新的味道 然後還有一種木頭的味道 然後這邊呢就是一進來的地方就可以換鞋子 然後進來的地方可以看到有一個衣櫃 衣櫃裡面呢西夢絲的枕頭 就是如果你有想要換別的枕頭 然後常常看也可以換 然後有附他們的這個浴袍 然後在裡面呢它就有一個全身鏡 在我身後就是今天的床 然後他們的床是西夢絲的床 它的電視還蠻大的 它的電視呢就會有這個 數位電視就可以看YouTube或Netflix 就可以直接在上面登入自己的帳號 他們很貼心的有附這個小毯子 摸起來非常的舒服 它的床頭有附他們這個服務專線 然後電話 他們的充電地方有USB是2.1的 跟一般的這個插頭 然後就可以按不同的模式的燈 接下來這一區呢 就是一個可以坐在這邊耍廢的區域 看出去它是比較容易被別人看到的 它外面就是一個樓梯 這邊旁邊呢有附一個茶的巧克力 寫一個可愛的卡片 然後呢這邊還有他們的西山行旅 可以讓你帶回家這個 小袋子 兩個小袋子 然後還有兩個毛巾 都是可以帶走的 這個是一個布袋 這麼大 很可愛耶 他們上面有寫這個西山 還有一個是紅色的 比較小的袋子很可愛 然後有一個他們的西山行館的logo 這邊有兩個毛巾 也是他們自己製作的 上面也就是有他們的logo的毛巾 這邊呢就是我們今天的mini bar 保元祭的都是展開的 所以呢這邊有看到有四種茶 這一些茶呢就是可以點到房間裡面用 或者是到大廳那邊用的 如果自己在房間裡面的話 就可以用他們這個很可愛的茶具 然後這邊有一個成年大紅袍也可以帶回去 這邊就會有一個熱水壺 就可以用這個來沖 非常有誠意的mini bar 這邊呢就是有這種點心 還有這個糊池屋的點心 還有這個米果 然後還有這個是曼月梅乾 也有兩瓶水 有滿滿的酒跟飲料 有滿滿的酒跟飲料 林卡可樂 然後阿薩妃的啤酒 還有氣泡水和果汁 百分之百的椰子水 然後旁邊也有再放兩瓶水 看完了mini bar是不是覺得非常的厲害 然後接下來我們到了旁邊的浴室 浴室我自己是非常的喜歡 今天就是來看一下我們的非常厲害的備品 因為他們是BV的備品 我沒有看過有人會附BV的備品 這個是身體乳 而且非常的大耶 就是很多只有附小小的 這個備品 看一下它這個是什麼味道的 它就是他們BV的香水的這種身體乳 它是那種香水味比較成熟的感覺 然後呢它這邊有一個BV的香皂 超級美的 好香喔 然後這邊有放一個鮮花 然後呢浴室的地方呢 有附一個這種小鏡子 還有這個這個是可以暖房 因為這邊有時候冬天可能比較冷 旁邊也是會有這個擦手的毛巾 這邊就是有浴帽 然後可以綁頭髮的 然後還有刮鬍子的 然後梳子 跟這個 漱口水 牙線棒 然後還有這個牙刷 Molly's他們的牙膏 最後呢他們這邊的毛巾看起來是那種很厚很蓬鬆的 這種都非常的好用 然後呢旁邊就會有一個 Dyson的吹風機 我還在用這個Dyson吹風機 明治馬桶 浴缸跟BV的這個沐浴乳 BV的沐浴乳 好以上就是今天跟你們一起開箱的西山行館的房間 那我們住的是長青這個房型 然後另外還有一間房型叫三欄 三欄就是比較高的地方 然後他就可以看的視野可能更好這樣子 然後他有一個陽台好像可以走出去 然後房間又更大一點 然後他好像是有一個很大的一個沙發 大家可以去官網看看 我們剛剛有先去查席 然後如果有興趣的話 想要看這邊的晚餐啊 或者是他們這邊附的那些吃的 就可以去南投西投的Vlog那一集 我把它放在上面大家可以去看看 整體而言我覺得他們的服務都超級好的 因為他們從引導開車啊 然後幫忙拿行李 還有前面他們就是會寫email 然後問有什麼需求 然後有什麼想要預定的時間吃飯之類的 都會先預定好 一個禮拜前有先打過一次電話 入住的前一天也有打一次電話 所以我覺得整體來說非常的細心 整體住宿體驗 我一樣會把它放在影片的最後 大家可以參考 然後如果任何問題或者是想要詢問的 也可以IG小兒子跟我說 或者在底下留言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開箱影片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就好看 我想請問